说起赵丽颖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 她就是励志的典型代表 一个学历不高的女孩 凭借着自己的顽强拼搏 走到了如今万人瞩目的位置 也是着实令人佩服不已的 日前网上有消息传出 颖宝有好几部新戏正在拍摄当中 相信不久之后就会跟大家见面 其中有一部新戏叫做《长相思》 这部戏的很多详细内容都还没有被爆出来 从现在来看 这部剧最大的看点就是两位主角 一个是赵丽颖 另一个就是国民校草杨阳 当然这个看点就已经吸引了很多人 这部剧已经不是杨阳和赵丽颖第一次合作了 早在《红楼梦》中 杨阳和赵丽颖在剧中却有过合作 虽然那个时候两人都还不出名 现在两个人要再度合作 他们的地位都已经今非昔比了 一个是当下最红的流量小花 一个是粉丝无数的国民校草 相信这部剧一定会再创首饰率新高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这对组合的 有网友质疑杨阳的演技 觉得杨阳的演技会拖累赵丽颖 毕竟赵丽颖在《楚桥传》中的优秀表现 演技早已经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而杨阳在演技方面确实是要差一点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部剧火是一定的了 毕竟光靠颜值都已经足够把这部剧撑起来了 这部剧现在还没有开拍 男主和女主都是热度这么高的人物 话题度是不缺的 而且有很大的可能就是杨阳在这部剧中 也会被赵丽颖带的演技炸裂 大家期待杨阳和赵丽颖的再度合作吗 这部剧中的演技会拖累赵丽颖的